宁运花费一个多月时间 抽个30万立方米的湖水 也要抓住水中的不明生物 一些网友认为 这就是在浪费资源 没有必要为一条鱼大动干戈 在这个干旱席卷的环境中 到底是什么能够让人们下如此邪门 7月份有人在河南汝州市 逛中央公园的时候 就发现这河里面 有一条奇奇怪怪的生物 它体长80公分 在水中行踪飘湖 忽隐忽现 专家定睛一看 好家伙 这不是恶缺善吗 作为一个入侵物种 肯定不能让它肆意妄为 刚开始只是安排好打捞队进行补牢 但是这湖水深浅不一 还有淤泥可以藏身 外加湖水面积太大 效果不理想 如果垂掉的话 它锋利的牙齿可以咬断鱼线 所以最后才决定 就算抽干湖水 也得把它找出来 在抽水抓鱼的过程中 还全程直播 有3000万网友为官 无独幼 在8月17号 江苏泰州一小男孩 在小区水池里 被一条怪鱼咬伤 物业抓了几个小时 才把怪鱼 恶缺善带入 仅仅70公分长 10多公斤中 就敢咬伤儿童 等到它长到一两米之后 那是不是就能吃人了 恶缺善到底有多生猛 让人们不惜抽干湖水 也得抓住它 这是一种来自 北美洲南部的巨型淡水石肉鱼 一亿年前就已经难生了 因为突出的蚊部 和锋利的牙齿 就像鳄鱼一样而得名 而且浑身上下 鳞片坚硬 好似钢铁盔甲 别的鱼啃它啃不动 它吃别人一吃一个转 不需要多长时间 恶缺善就能够 把湖里的洞波都吃光 而且也有人反映 湖里的鱼好像越来越少了 既然威胁那么大 肯定得立马把它除掉 作为一个入侵不种 恶缺善在中国没有天敌 一旦出现在野外 很容易占水为王 所以拿下它也是理所当然 既然中国没有恶缺善 那它怎么跑到国内的呢 由于恶缺善 它的嘴很像鳄鱼嘴 长相奇特 而且与生不同 所以当初被当作观赏鱼眼睛国内 由于吃得多 长得快 没过多久 鱼刚就放不下了 有些人知道它是外来物种 一狠心 一咬牙 一跺脚 就把小手沐给弄死了 可有些人是善心大发 舍不得下死手 就把它给扔到野外放生了 大善人自己倒是心里舒服了 佛光普照啊 却影响到了别人的生命安全 那啥恶缺善 被称之为生态杀手 曾经啊 亚洲鲤鱼在美国犯来成灾 你瞅瞅这场景 是人能带的地儿 就这么夸张的情况下 老美在河中 投放恶缺善 竟然治理好了鲤鱼 美国人和李子大战了几十年 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竟然被恶缺善安排的明明白白 其实老美啊 也不担心恶缺善犯来成灾 毕竟前有美洲恶 后有水塔 上有大型猛心在盯着它 能活下来 那就是一个问题 更别提烦烂了 那么问题来了 恶缺善出现在中国 我们宁愿抽干湖水 也得抓住它 那为什么不引进天敌来制裁呢 首先啊 咱们是因为害怕恶缺善 伤人吃鱼 所以呢 才执意抽水抓 如果引进美洲恶 好家伙 那不更危险了 其次啊 许多地区出现的恶缺善 都是一条两条 数量极少 天敌来了 估计找不到就饿死了 更重要的是 害怕出现澳洲的情况 澳洲兔子犯滥成灾 当地人啊 就引进了狐狸之理 谁想到这狐狸 也搁着泛滥了 所以啊 对付入侵物种 引进天敌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而这次平顶山抽干 整湖水抓恶缺善 相信啊 也是无奈的选择